台九县瑞岁段又发生自撞的交通事故 一名38岁的软性女骑士 16号清晨3点多左右 行进台九县马兰沟西桥北端400公尺处 因为不明原因突然撞上路旁的自行车专用道路牌 头部受撞严重 经送医救治 最后人伤重不治 深夜凌晨 自撞自行车专用道路标志牌的女骑士 连人带车横倒在地 赶抵现场的警销人员立刻进行救援处置后 火速送医急救 回到事发前 道路监视器拍摄到了女骑士的身影 迄今台九县马兰沟西桥北上400公尺处 不知何故突然撞上路旁 自行车专用道指示标志 头部受创严重 九一人员到达现场 发现一名女性倒握机车旁 现场情区已经着手CPR 本局人员立即接手减伤 发现患者后者部有15x50裂伤 且无呼吸脉搏 九一人员立即实施CPR 即相对应急处置 送往凤陵农民医院抢救 虽然送医后 医护人员紧急抢救 但女骑士头部重创 最后仍伤重不治 凤陵警方调查 38岁的软性女骑士 16号凌晨3点左右 行经事故路段 不胜治状 这行车专用道路指示标志 经送医救治 最后伤重不治 而至于车祸事故的发生 详细原因 警方也正深入调查厘清 记者是玉兰 瑞瑞采访报道 大家好 感谢观看